大家好,今天是礼拜三 现在是早上8点46分 坐地铁来到纽约曼哈顿一家 性健康诊所来看这里 打猴斗疫苗的情况 现在是早上8点46分 接到少一个 这是九大道加西28街 这个猴斗疫苗接种是9点钟开放 因为不方便走近拍摄 就远远给大家拍一点 你看门口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 这家 这家打疫苗的性健康诊所 是早上9点开门 到下午3点半关门 这个性命诊所的门牌 拉近拍一个 这家性健康诊所呢 在一个叫切尔西的小公园里面 我们是观察了一下 排队接种猴斗疫苗的呢 90%几都是男性朋友 女性朋友呢 极少数极少数 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富士出来了 好像给排队的人群在说些什么 紫衣服的是富士 我只能自拍给大家看一下后面排队的情景 你看基本上都是男性朋友 同志们居多 现在9点05分了 大家看诊所的另外一侧门口也是排了很多人 基本上都是男性朋友哈 大家看一下 因为实在不方便拍 哎呀 今天这是爆热 最高温度35摄氏度 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我坐在那个打猴斗疫苗 那个小公园里面呀 太多蚊子了 咬的脖 着不住了 我先到外面晃一圈 等那些打猴斗疫苗的朋友们进去了 搞完了 诊完了 我再把那个打疫苗 这个性病诊所 拍一圈诊 换过来 你看街边这有两车被扯了一张罚单 哇 这几十块美元没了 大家看牌子上写的 星期一到礼拜五 早上8点到下午6点 就是这前面这个方向哈 你看我扫下来 前面这个方向是不能停车的 这辆车呢 它超过了这个界限 你看 如果你停在后面呢 这就没事 以这个庄庄为界 大家看 所以啊 停车要看清楚 你看就一个车位 后面没事 前面就扯罚单 我一会还要去唐人街 那就等不到他们打完疫苗进去拍了 那这里说一下 纽约呢 是已经专门设立网站 在7月15号的时候 晚间60已经开放 当时有6200个名额呢 供大家预约接种这个 猴斗疫苗 陆陆续续有些人哈 我又看到两个女性朋友 就在远处扫一下这个性命中心 那记得说呢 这9200个名额呢 在7分钟之内呢 被全部秒杀光了 这个网站呢 还因此而当机了 是这家性命中心大楼的背面 这个纽约的猴斗疫苗呢 它比较缺乏 所以能顺利预约到这个猴斗疫苗呢 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 这家性命中心隔壁呢 就是一个儿童的游乐场 在性命中心的隔壁呢 是一家小学校 约大概有800多万的人口 所以这个猴斗疫苗 对纽约市来说呢 真的是供不应求 据美国CDC统计呢 全球55个国家已经确诊 11000多例的这个猴斗病例了 这个性命中心门口的大街 也给大家扫一圈 那美国44个州和地区呢 有1400多人感染了猴斗 预计呢 这个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扩大 那网上报道说呢 排了很多人拎着口袋 也都拿着推车 领取这个慈善机构 发放的免费食物 很多工作人员 那网上说呢 纽约市本周呢 将会收到3.2万剂 这个猴斗疫苗 你看门口还有人在排队 也给大家说一下 在纽约市呢 有很多处这个猴斗疫苗接种的地点 具体的呢 大家要上网上去查询 有的这个猴斗疫苗接种地点呢 是专门为男性朋友提供 这家性病中心门背后呢 走过来就是一个社区 那你看后面的社区 还是很干净整洁的 那据我所知呢 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布什维克 有一所高中呢 都被当作猴斗疫苗接种的中心 这个性病诊疗中心过来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球场 这里有厕所 很多人过来上免费的厕所 一个小的足球场 哇 今天34度 都还有人踢足球 你看在球场的旁边 这就有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家站 那个无家可归者上厕所去了 现在是中午11点了 陆陆续续的 还有很多人来接种这个猴斗疫苗 会进行到下午3点半嘛 他们这里这个性病中心诊所关门 现在11点在这里又排队了 很多我们华人大妈在这里排队 知道是领什么食品吧 还是免费的 他们都拖着推车 你看对面也是在发放食物 那是教堂发放 是熟食 这里在排队领什么呀 你看这个猴斗接种中心门口好热了 又是检测疫苗的又是发免费食物的 前面这个蓝色衣服的大叔还叫我去领盒饭吃 他说在教堂门口 哇你看 哇这边拍了这么多人了 都领免费的食物 刚才前面几位华人大姐告诉我说 排队是领袜子 教堂门口是领吃的 大姐这里每周都发吗 每天 星期三 星期三还有礼拜几呢 没有了一个星期一次 发什么呢 发面包啊 他们说有袜子领嘛 这个星期没有 这个星期没有 每个星期都有 这个星期没有 领几双呢一次可以 有时候两三有时候四双都有 哇那不错啊 挺好挺好 还有口罩 哇还有口罩 谢谢你啊 这边也在发放熟食 现在是中午了吗 我看清楚了 这是一辆城市救助的车 是政府机构的 上面写着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我看这个网站 它是政府机构 上面写着帮你免费找住所就业 还有你的案件的管理啊 还有一些福利 祷告等等等等 我在这拍了一下视频 刚才那个教堂门口也是很多无家可归者 和一些比较贫亏的人在那里领午餐的盒饭 那这个政府这台车呢也有很多就是类似无家可归者吧 在那里领盒饭 很多人领的就坐在马路边在那吃 他们确实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啊 你看后面那位大叔他刚刚领的就站在那就吃了 那也有很多咱们的华人大姐来领的 在发放食物这一头的入口书就写着城市救济啊 我们可以帮助你啊 这边还有一个废弃的床垫 你看对面也是发救济的一街之隔啊 这里教堂门口也在发午餐 热食 你看这个疫情确实给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困难 加上现在这个物价飞涨 油价也飞涨 哇鸡肉还有青菜还有土豆泥 你看这边有一个社工就带了一个无家可归者过来说你过去领盒饭在那里排队就可以了 你看那位穿红衣服的社工带着无家可归者去排队站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有爱心的人还是很多的 这些无家可归者他们也挺可怜的 很多人呢都患有精神上的疾病 你看教堂门口也坐着很多无家可归者 你看正前方一位女性拖着家当 正前方两个无家可归者正在吵架 在动手了 看那位无家可归者好像有点暴力倾向 这个救助站确实帮助了很多无家可归者解决他们的一日三餐 看一路走过来 前面也是一个无家可归者拎着两个大箱子 今天这么热的天 今天35度高温 我出门都带了两支矿泉水 我这个双肩书包的肩带都被汗水打湿了 你看 我忘了给大家说 刚才打猴豆疫苗那个接种地点呢 离纽约曼哈顿这个宾州车站也不远 具体呢就是在时代广场附近吧 交通也是很方便的 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在网上预约过来打这个猴豆疫苗 你看一路上好多空的铺头啊 全部都倒闭了 因为这个疫情你看 一家挨着一家 前面就是宾州车站 时代广场也在附近多好的地段 看右手边是宾州车站 过来这是长途巴士车站 你看地下多少垃圾 大家看纽约曼哈顿市区 真的这个是垃圾遍地啊 你看好脏 走过来也是你看 饮料瓶啤酒瓶盒饭盒盒子 好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也准备撤退了 现在去唐正街了 现在去唐正街了